今天闭谷第三天 中午忍不住吃了一口菜 我还能继续闭谷吗 能不能继续闭谷取决于你自己呀 重点不在于你吃了什么 吃了多大一口 而在于吃一口菜 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继续闭谷的心情 你会不会继续纠结于吃与不吃当中 不吃了心里难受 吃了又去过度的自责自己 我们不如换一种心态 一游戏的心态去闭谷好不好 那么我就是馋了 我就是偷吃了一口而已 丝毫不影响我继续闭谷 如果你实在是纠结 那么大不了就吃饭 因为壁谷是一辈子的事情 千万不要急于求成